英国将投资940万英镑,在格拉斯哥南部的Whiteley Windform建造一个新的储清生产设施。 该站点目前是英国最大的陆上风电厂的所在地。 目前位于东伦俘鲁郡的站点是该国最大的陆上风电厂的所在地。 政府资金将用于创建该国最大的电解槽。 它将水分解为氧气和氢气。 该设施还将具有储清功能。 现有风电厂产生的电能将用于为电解槽供电。 电解槽将释放氢气,氢气将现场储存在储清设施中。 通过设施运营提供的能源预期用途包括当地交通。 氢储存生产设施的产量足以为每天行驶100英里的225辆公共汽车提供动力。 对该站点的估计表明,其清洁的零碳、燃料生产将足以让225辆公共汽车每天行驶近100英里。 作为脱碳战略的一部分,市政当局正在努力将其交通系统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。 这种使用H2是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。 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长Greg Hens表示, 新站点将使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清经济体, 为格拉斯哥带来绿色就业机会, 同时还有助于当地交通脱碳。 在制造氢气和使用氢气的过程中, 你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的能量。 也就是说,有一些反对使用H2为公共交通供电的讨论。 苏格兰地球之友的主任理查德·迪克森说, 使用风电厂产生的电力作为零排放电力的可再生能源, 比为H2发电提供动力更便宜、更明智。 感谢您选择氢燃料新闻网。 不要错过免费访问我们的独家电子书的机会, 立即注册。 在HFN上关注这个故事和更多信息。 感谢您的开放电子书的发生果,